以下节目是由福特中医大学特约播映 欢迎回来商界总横 在这一节的商界总横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福特中医大学 主办的皇帝内经健康医学精华促成班 那这个班就即将在7月21号就开课了 那今天在我身边就是这个促成班的 这个主讲嘉宾 他就是抗癌专家麻仲学教授 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麻教授 麻教授是中医师 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 河南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 青海大学医学院本科毕业 早在1992年 获得北京高等学院26名学科带头人之一 来美之后 他专门从事中医药抗癌临床 在国际享有盛誉 为了给湾区培养高水平中医人才 他特别创立了福特中医大学 麻教授您好 首先向主持人问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那个麻教授了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 麻烦您来介绍一下这个福特中医大学 到底是做什么的 福特中医大学 先说一句话 他光审请的过程 就用了八年时间 所以加州对这个高等教育要求是非常严的 那么在美国医学类的这种院校 它一般来讲 它是要求你要从其他学校大学毕业 对吧 或者说是大专毕业 然后他到福特中医大学是读硕士的 所以我们这个学校是从硕士学位开始的 硕士学位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有三个专业 第一个专业呢 我们是培养针灸人才 第二个我们培养石疗人才 第三个我们培养中医的古商人才 所以就是他们毕业之后是可以拿到执照的 毕业以后可以拿到执照的 但是您这次开办的这个促成班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是拿执照的是吗 它一般来讲 我在那个根据现在的社会对吧 那我觉得中医吧 它有两方面工作来做 第一个方面是走身 就是我们培养真正的专业人才 第二个走普遍 就是我们要让民众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中医 中医的精华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经常办这种学习班 那您的这次的学习班呢 就是皇帝内经 那可能观众朋友不太了解 皇帝内经到底是什么呢 对 其实皇帝内经吧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也有的人吧 稍微有那么一点耳闻 对 听过 听我过一下 皇帝内经这本书 它是在2500多年前形成的 当时在春秋战国时期 在皇帝内经之前呢 中医没有理论 中医有实践没有理论 他怎么去看病 针灸了中药 这都有 但是没有一个理论 但是没有一个理论 那么在皇帝内经 他就总结当时自然科学 医学 他甚至包括文学宗教 哲学等等合在一起 他形成了 很多医生聚在一起 高水平医生聚在一起 联合写了这样一部书 所以这部书吧 到现在什么 他不仅是说是医学经典 他实际上也是国学的经典 因为他又包括很多人文 哲学 很多这些方面内容 是这么一样 那您这次开办的皇帝内经 这个精华培训班了 这个那麻烦您讲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开这个班 目的是什么 然后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你说咱们谈到精华 对吧 我们就把它最核心的东西拿出来 最核心的东西吧 我想无非是大家对健康的追求 那么无论是 我们做医的是帮助别人健康 也帮助自己健康 那么不是搞医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 人到一定年龄 希望长寿 所以咱们这个核心的内容 就是健康 如何健康长寿 那么你怎么样健康长寿呢 这个一般说起来 会有很多种说法 各种各样的说法 大家都很难记住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学习班 就三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我们叫长寿 密码 什么叫长寿密码 咱们比如说皇帝内经 它一共有八十亿章 它又其实有两本书 第一本书叫速问 第二本书叫灵苏经 那么在速问里面就有这个 就是它是所谓的速问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高明 古代一个高明医生叫齐伯 他跟皇帝两个人一问一答 就是皇帝有 我要想长寿 要想要想 我希望就是永远江山永远下去 对吧 那么他就问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呢 叫个齐伯 他就回答皇帝所关心的问题 是这样的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的第一篇呢 它叫上古天真论 它就专门讲 就是人是如何能达到长寿 那么他甚至做到什么细致程度 他比如是他把男子 他分为就比如说 每八岁一个阶段 从八岁开始 八八六十四岁 每八岁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 人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怎么样能够注意去保健 你才能在下一个阶段 达到更好的状态 那女子是从七岁 对吧 七七四十九岁 就是一直从 她开始生长发育 一直到她的更年期 整个这样一过程 描述的非常细致 那么如果我们把 皇帝内经 如果你把握住 每一个阶段的养生保健 你就可以达到长寿 所以这就是长寿密码 所以就是看自己的年龄段了 就看自己的年龄段 它甚至什么 它甚至有一种方法 完全不是迷信 不是玄学 它甚至有一种方法 它根据你的健康状态 来推测 我如果按照我现在这种状况 走下去 我能活多长 那反过来说是 我如果好好的养生保健 我又能活多长 对吧 那么这个里面 它有一些计算的 这个我们会在学习 算出来大概能活多长 对但这个完全是 它的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中医学知识 不是一个我们什么江湖术术 完全不是那种东西 它是一个科学知识 是有根据的 有根据的 那如果观众朋友说 我没有医学背景的话 可以参加这个课程吗 其实这个课程 如果到咱们学校读专业课 咱们都不要求医学背景 对吧 因为美国医学院就是 在医学类的院校 你要在其他学科 学完才能读这个 医学这个专科院校 对吧 那么何况咱们搞这个 就是健康养生讲座 是对社会各界 无论你是工程师 房地产商 反正你是社会各界的人 对吧 你都可以来学习 实际上我们以前 举办个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社会各界 他们都反应很好 大家学完了以后 他们说 真的没有白学 真的得到一些 养生保健的知识 就在以前有的人 甚至着迷 你说黄帝内经这本书 很多工程师 他们学了以后 他们真的回去自己在 在我们学习班 只有三年 在研究了 他们很多人开始在研究 他从中得到很多很多启发 包括对他们自己的人生 对自己的工作上 都有很多启发 不仅是健康方面 那麻烦您讲一下 这个你们的课程 大概是哪几天呢 我们课程咱们就是 从7月21号开始 是星期天嘛 星期天呢 我们就连续三个星期天 连续三个星期天嘛 它是有三个level 对吧 它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 刚才讲长寿密码 第二个呢 我们讲这个健康密码 就是我们长寿 那我们如何健康 怎么不生病 对吧 生了病 我怎么快速把这个病去掉 对吧 第二节我们讲这个 第三个嘛 我们讲这个天人合一 养生密码 就是中医讲 我们人是在自然界 那么我们周围是有天有地 对吧 那么人和自然界 是一个统一体 那我们在这个统一体中 我们如何顺应自然界的发展规律 来调节我们的生命规律 那我们讲这三段 这三这每一天是不同的一个内容 不同的内容吧 那它你可以就是 有的人说 我错过了第一个 你从第二个可以 因为我们在每一节 会把前面的内容 再重复就是简单的 就是讲一下怎么样 我们会复习一下 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您讲一下 如何联络你们呢 如何报名呢 如何报名吧 那主要是咱们可以是 一个是电话了对吧 那我们电话就是 350-1863 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就是 我们的英文名字 就是www.universityofurbanmedicine.org 就可以了 好 非常好 我们感谢马教授 感谢马教授